今年2月底起 台湾周边海域陆续发现浮湿 根据海洋委员会海巡署资料统计 截至目前为止 浮湿出现地点遍布全台九县市 总数量高达25具 经警方缺人身份 有10具是越南鸡 14具为台湾鸡 其余1具仍有待厘清 案件消息一出震惊全台 本次台海浮湿案件中 发现最多具尸体的县市 便是记者目前所处的台南市 放眼望去 广大的沙洲与海 其中4名越南籍死者 便是在附近地区被发现 此外 警方从尸体中搜出的14人合照 经比对与越方政府 提供的非法偷渡名单相符 证实此时 10名越南籍死者 为仕途透过非法管道来台的移工 他是一个很活泼开朗 因为他之前来过台湾了 他来台湾这次是第三次了 他已经被选送回去了 没办法合法过来 他们先到大陆那边 他们自己租一条船 是用透渡的这个方式 要花差不多台币十几万 这次他就是出事了 当然这是一个悲剧啦 越南政府他们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 你的国民为什么被逼得 要用透渡的方式出国打工来养活家庭 那你是应该去解决他们这种高额中介费的问题 除了移工来源国 台湾的职场环境问题 与移工重新申请签证的困难度 也是促使移工选择非法管道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有两个因素配合起来 第一个台湾的环境 比较有可能赚到比较多钱 但工作很辛苦 因为台湾资方违法 让你下班了很多 但是只要你愿意赚 你就可以赚到那个钱 第二个 那你一逃跑被抓到 我们移民署的方式是 你被遣送回去不能再来台湾 我们移民署说的很好听 钱证回去再几年可以过来 其实那都骗人了 台湾驻月办事处 就不会把钱证给你 但他们要赚钱 就只能用这个偷偷方式 政府都会这样说 可能五年之后 可是其实在了五年十年之后 我还没有应律是非法再过来 我也希望是台湾的政府 可以是给他们一次机会 蒸蒸荡荡的过来 所以不用再用这种偷偷 毕竟是他们哪也没有说犯法 他只是单准说过来工作而已 而且大部分都做一些 台湾不想做的工作 纵观移工议题 杜光宇认为应从大众 对于移工的权益认同做起 选民若不支持 政策便难以改革于落实 另一方面 台海服事案 虽已证实无人车集团涉入 但行政院也在近期 通过人口范园防治法 修正草案 期许本案件 对于人口范园问题改善 能产生正面影响 中正医报 颜优安 杜凯如 总和报导 说完毕没 répondu 在关险中下 那么注意 狮可能 导致